就是说类似像将来 这个动作 你经常现在使用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转换也许做两个按钮 按下去事情就搞定了 当然最好不要再按下去 我要这边范围按下去人事资料 他就全部帮我做完了 那以后的话前面资料要更新了 那再按一下资料又过来了 这样多好 如果甚至你可以有个 报表功能的话 再加一个列印输出 事情就全部完成 或者是增加一个输出到email 按下去自动mail就寄给人家了 那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按下去事情就好了 可是这个要怎么去思考会比较简单 因为之所以那个程式的书不容易理解 是因为真的不同的作者 写出来逻辑都不太一样 而且每一本书叙述 感觉好像是针对同一件事情去做说明 可是写出来的东西是好像让你看起来 好像是在讲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有没有 同样的事情可是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因为你的角度不同 这跟那个每天你们在看新闻一样 虽然同一样的事情 可是感觉好像奇怪 转不同的台 怎么感觉好像在不同的世界 讲不同的事情 但实际上他们好像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最近好像有发生一些事情 感觉好像这个世界 虽然是讲同一件事情 可是这不是一样的逻辑 我们就讲上课东西 那里面一样 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很清楚 而不是说你去看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用也是别人的东西 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会比较重要 那我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策略 就是如果去思考 也许你已经会用像Indirect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快速的把Indirect同样的逻辑转成VBA好了 Indirect 刚刚我们有用到那个Indirect 那实际上Indirect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没有 Indirect 然后B后面串接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缆跟列的关系 对不对 从哪一个从来源端的那个它的相对 应该算就是绝对位置 它在哪一个B第二列 B第三列 第四列 一类推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样的逻辑 快速的转变成什么 转变成VBA的话 有什么方式来做 第一个的话 我想这个策略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我的设计方法 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我这边因为我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Range输出 从输出端去考虑 一个是从Sales来源端去考虑 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一模一样 可是程式写出来的 完全是不一样 那哪一个简单呢 哪一个困难 其实呢 你们一看就知道了 两个都很困难 在困难里面 对我来说 因为我写的 我自己看得懂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 你们可能两个都看得 所以不过我比较一下 两个 好像似乎第一个会简单一点点 怎么说 因为它可以尽可能的套公式 那怎么套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是怎么写出来的 就是如果我要写一个VBA呢 那你可以这样思考 因为我觉得各位还是需要有一些 有点像背公式一样 反正以后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背公式 那我的公式是怎么样 请各位思考 从输出端去思考 输出端 那输出端呢 我都套个公式 我先把它清除掉 比如这个范围清除 清除很简单嘛 D2到G18 反正你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range是一个范围 后面加一个点 clear CL clear contents 记得用contents 你不要clear clear它就把框线一起给清除掉了 因为框线是格式 格式你要留下来 所以clear contents 这个就清除嘛 好 那我们会清除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跑会 比较简单 我的公式是一 我们先确定那个 我们输出的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 就是你的那个输出的范围 输出的范围的那个出存格 所以那个这边 那输出范围的话呢 我这边是打一个for i 用i来代替那个列 第几列呢 等于第二列 到 刚刚好像是第几列 输出到第九列吧 假设这个范围 nest for j j的话是蓝 用蓝 蓝的话呢 是等于第几篮呢 第四篮 到 第几篮呢 第 七篮 OK enter两下 nest 先确定一下 输出范围 这应该很简单吧 然后呢 输出范围 特别注意 一定是写在前面 所以 sales 除存格 i 豆点锥 这个指的就是你要输出的 123 它一定是这样跑了 先这一列跑完 再跑这一栏 所以它输出嘛 输出写在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那个range 那其实range概念 跟那个interress非常像 所以呢 range range 后面的话一定是什么 b一定也是文字 b哪一栏 如果你是b1的话 那它接下来输出 不 跟称一下b2吧 b2才对 对 如果你是b2的话 输出会变这样 全部都是什么 入子地 有没有 这个有点印象吧 如果输出全部啦 那可是我今天不是啊 我后面这个 这个数字要怎么样 2要变成改成什么呢 改成 等于什么 and 空一格and 空一格 后面的话要加上一个公式 那公式 刚刚我们本来是从哪边呢 从这边来的 从这边来的 所以啊 这个公式能不能套用过来 其实可以 怎么套用呢 你也许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呢 贴到VPA的后面 那我讲过啊 以后看到column 请你把它改成 追 因为我在这边 不是用 那个column 这边没法用 我用追来代替 蓝 所以请你把column 改成追 那刚刚是 减3 有没有 我们把它改成 减2嘛 in the rest 减2 因为 我们要抓的是 第二 第二列 然后呢 请你再把什么 roll的部分呢 改为什么 改为i就可以了 特别是啊 为什么roll就是指的是 在这边 列是用i来代替 蓝是用J来代替 好 其他 没什么更动吧 所以 完成了 所以输出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好懂的地方 输出的话呢 后面 我是 这个地方 是用那个 刚刚那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来改的 用这个公式来改 那我改了什么地方呢 改了这个 用改为追嘛 这个 因为我要多1 所以把它减3 改成减2 那这个呢 用i来代替 好 写完了 那写完了之后 你想说 这样输出 能够看到什么结果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刚刚的东西呢 只会输出 都是b2 如果今天 创完之后 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全部的资料呢 全部的资料呢 就通通过来了 但是 这个已经跟那个 indirect 刚刚做的是 结果看到是一样的 有没有 就是时间 姓名 公号 内部号码 但是 好像还没完成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那个栏位的这个名称 我要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话 前面我们是用replace 不过在VBA里面 它没有用replace 这么好用的功能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我在下面 我输出完之后 我再做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 我用replace函数 因为我想过 用me的函数也可以 可是me的函数会写的比较冗长 但是用replace函数 replace函数是 从 右边 去抓 有没有 抓几个 从右边算过来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这样 假设我今天是 总长度 总长度有没有 减掉呢 什么呢 减掉前面的 应该是这四个字 再怎么样呢 再减掉一个字 减掉这一个字 那剩下的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OK 那如果说我刚刚讲这一串 要把它变成VBA的程式的话 特别重要 这边我打一个range 我直接用replace 用rihht这个函数 从 那它刮户之后 问你说 那你的 那个原来字串在哪里 那我们原来的字串就这一个 逗点 几个字 我要把总长度 L1 总长度有没有 刮户 减掉 总长度 减掉那个什么呢 我同一个蓝的第一列 同一个蓝的第一列 同一个蓝的第一列的叙述方法就是把salesij改成salesej就可以了 因为j指的是它的蓝会变动 所以我把那个列的部分改为1就可以了 1就不会变动了 这个sales1追辞的就是我上面这个栏位的名称 所以放在这里面的话我去算它总共几个字 再来扣掉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它有多一个冒号 好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记得要加上后刮户 就把这个结果怎么样 扣掉之后我从左边算了 这个是原来字的总长度 扣掉上面这个的长度 再扣掉一个 指的就是说这个冒号的长度 再重新怎么样 再return给它输出 好 做完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稍微有点比较难 虽然这一行里面没有多少东西 但是可能对各位来说 如果不熟的话 你可能很容易就打错 很容易打错 我们来试一下最后输出结果 看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OK 有没有看到 最后输出之后 我们就很顺利的 把什么呢 前面的东西都删除了 所以这边就叫rights rights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把原来的东西 原来东西这样放在这里 去逗点 指的是从右边算过去 然后扣掉什么 扣掉它原来的长度 扣掉上面四个字 再扣掉一个字 就是那个冒号 扣完之后的话 再把取得的那个字串 丢回到原来储存格里面去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应该懂我在讲什么了 只是说你要把它真的实作出来 是有点难度 也许这个我当成是各位的 再升级的一个参考 也许你现在VBA功力还没那么强 没关系 反正至少我跟各位讲一下 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第一个 那这一段程式码 是从输出那个地方去看 怎么去写程式 下面还有一段 是从输入的地方 去思索 我要放在哪里 不过我发现 从输入这边去思考 写出来的 就感觉困难许多了 那这边的话 写出来的部分 我是从这边输入啦 For I 等于 二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我必须要取得哪一列 哪一栏 它的长度 再做输出 不过输出的结果呢 应该也会是一样的 因为把它清除掉 我记得好像这个输出之后 结果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只是思考的方向不同 我也把它放在这边 给各位参考啦 两个 那你也许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简单 那你就用哪一个啦 那两个其实 都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OK 好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 试试看 我刚刚的程式码就贴到这一段 应该都一样 还有第二段 第二段我没讲 不过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第三个是清除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困难的 难度应该暴增 应该报表了 就是 不过 有时间的话 你们自己就 没几个字 可是 你会发现 现在VBA没几个字 可是它的效用还蛮大的 因为你做完一次之后 也要按下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后面再补一个输出报表 输出到哪里 列印出去 还是email出去 那你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我想终极目标 还是放在这边 因为固然你那个 进阶函数你会用了 但是 你还是得 做很多事情 才能完成 可是VBA 我觉得有些时候 是一劳永逸 做完之后 甚至你要把这些东西 设计好之后 给一般的user使用 它就很简单了 它也不用去思考 很多 按下去就可以了 这种东西的话呢 设计 怎么去完成一件事情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边有最后完成的答案 给各位参考